HELLO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Point Up的環節 在這個環節內都會跟大家講一些關於賽後的節目 跟大家講一下今天跑完 無論大家應該都豐收 無論你看了IG的提示 五間馬訓三川四 或者六環彩 或者馬迷早晨 應該都中的 所以有時候都會有難同意 大家可能會看IG那張截圖 為何我會知道是難定義的 何時你會知道容易些中 又不一定全部熱門 有些半冷 為何月轉歡欣拍贏 但搜到再來那些真的一格馬寶就可以了 為何你會知道是容易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做功課做得多 當然你要有一個好的app幫你 即是科技 你活用科技 即是比達如果沒有裝置他是老婆 他應該不可以突破自己 因為沒有300倍重力給他修煉 所以有時候都要怎樣 是借助科技的 幫他錄下你應該要記得的馬 理解數字上它們有甚麼分別 有沒有大手升跌 有沒有隔離的效果 剛才你看今天 臨開跑 即是12點鐘 我錄那個隔離的隔離的財經 真的50元人這樣買 一Q回來 八百多元Q 你有沒有買到 我告訴你我都會買單Q 然後再買對碰溫 你有沒有做到 人家這樣做了 你要懂得分析 看到這個世上有幾種人 不知不覺的 那些看不到 那些後知後覺 那些看不到 不知不覺的就是 看完有堅仔的 或者看其他節目 有人買五十兩隻 即是酷霸王 加一隻英雄戰歌 這樣買了 然後有些先知先覺 即是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嘩不是 西雲說要買單Q 這條票不正常 買少少十元也買十元 一當我押你 十元加對碰溫三十元 連位置Q四十元 你有沒有先做 這些是先知先覺 那怎樣做到 那我都要靠APP 不靠APP 我怎知道別人買了 我肯錄節目沒有用 如果沒有這個APP 所以大家 你都要做多一步 就是要知道更加多資訊 第一你下載了堅仔創馬來用 第二你都要聽我分析才有用 否則你變了不知不覺的人 就知道有條這樣的票 原來這麼重要 其實中間就是因為你對馬的認識不夠多 但你慢慢聽得多 你多少會增進 所以怎樣可以聽得多 就是未訂閱的頻道朋友 右下角這個位置會見到 橙色的四星龍珠 按下去 開了有Tick的鐘仔 有芯片就幫到你了 看多些潛移默化也好 就算我有時講些太深的 你聽不明白不要緊的 你慢慢學 然後聽聽聽 你未必會很精進 但起碼都比其他馬迷更多 加上你有這些科技 就怎樣 當然是無王而不利 好了 今次立刻要帶大家去看看 有些甚麼我們要研討一下 Point up在賽後 頭場其實沒有甚麼好討論 大家都會見到 就是那個賽果 其實就是美麗多贏 林拉斯你看到四選入面 美滿星雲風勝多彩 雖然我放第一選確實的 這些不中的真的要認 楊威四方我放第一選 風勝多彩美滿星雲 起月一生其實跑第四 其實五六十四就是二三四名 現在贏那隻就是我說邊線馬的美麗多贏 你說範圍去到這裏 或十三檔國大俠 你看回雜馬未早晨我有說 我說這隻就要放後一點 那你臨場怎麼知道 在哪線馬哪隻是呢 當合火年代那麼冷 不是啦 沒有飛 那落飛又擇聲光輝 十一十三都好像可以 那你又怎樣 你當然要看回運數據 運數據 十一十三兩隻 那你自己看看 美麗多型 雖然它的飛不明顯 但是我經常跟大家說 當一些馬 楊威四方 我認為我擺得第一選 跟你說他應該很強 為什麼完全是 no reaction 沒有反應 好像做化學實驗 那你就知道不是你 那不是你 你可以用美滿星雲 或者風勝多彩做膽 再不是的 用起月一生 當然啦 起月一生有少少鬼上身 但他沿途三疊 不是鄭俊偉的問題 你要知道 整場的賽果 你便會容易中 直至到第二場 我都跟大家說 喂 做這個介營飛錢財經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這些是一時多跑的時候 今早 我都還跟大家說 六介營飛錢財經 喂 不正常 英雄戰哥 人家買了二萬七元 這麼冷的買 買二萬七元 酷霸王買七萬五元 沒有可能 這些馬從來都沒有入過Pay 怎麼會值買這麼多 然後我說 喂 10號膽人家拖一三五 50這條 0044英雄戰哥 這麼冷的馬 二萬七元Pay Win 四萬一元Pay 然後霸王更誇張 你自己看 買Win 大Win小Pay 買了十萬元 沒有上名的 大哥 沒有贏過 買Win 沒有病 那就是什麼 五十兩隻都搏 亦同時 不是無厘頭買的 同一個人 54分的時候 結果 他當然有五搭十 這條Q為之Q 喂 八十幾倍 你有沒有買 兩條Q為之Q 加上一千多元 他就拿了百多萬 那你呢 我呢 你自己要想一下 有時候這些事情 當然英雄戰哥 買WinPay 那個人都是想幫Win 是同一個人 但是對他來說 他對酷霸王的信心大些 有時候 如何去解讀這些 並非說買得大 就一定行 但你要知道 有時候什麼時候不正常 譬如我貼了中環 青鷹 寬兆福星 一代宗師 甚至鬼上身的勝利之王 其實都沒有 黑白我就在這個 城市論壇 平馬論壇都說過 這隻不行了 白士仁都出來說了 不行了 結果 你看他其實適合 一步都沒有 潘頓沒有塞沒有勝 為何不行 這些就是 步速影響了 烏霸王和我們同場 他贏過烏霸王 為何紅霸紅反而贏 這就是關鍵 如果你認識不夠多 你就會像尾場一樣 沒有理由 陽明天空明明贏過 守到再來 為何今次守到再來 可以反先他 不就是這樣 有時就是這樣來的 另外 還有什麼 你就要記錄下 英雄戰歌和烏霸王兩隻 至少你也買回一些 幾十元 我相信大家不會覺得有問題 但你贏了幾十元 後面的故事就令你改寫 不是人生 改寫你今天的戰果很多 為何 我說光年80 這些一在龍強早跑當然是熱 同情 你用來做Q彈 為止Q彈 沒有問題 初出三班贏 我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你不要被C閘握了 雖然兩個閘釘出來一定厲害 但他在外地贏了4WIN 你大體上都可以知道他跑什麼時間 既然是這樣 1200米的對手 又少贏 但有著燈偏偏君子 這些比較強 在這時候 很難初出就贏 很難初出就贏 不是沒有 但有得4倍又是值不值 一定有的 很多賽漢的馬 不用雷劍 初出要碗輝 都有一出即贏 有沒有很多隻 你頭注上 你賺不賺得回這個人的問題 那條 馬尾世界跟大家說過 六川二十 明知光年八十這麼厲害 我也有說過 那為什麼我不放下去呢 就是知道 這場會有一些 你預計不到的馬 他會有機會打到你 因為太多不明物體 他其實是不會贏 不過他會影響光年八十的走位 實力派或者補速 實力派結果 就是這樣縮下來 又一次再證明 縮程是可以的 那你又有沒有信 又說一次 縮程是馬勒實力派 結果回來了 接著我們去到第四場 有型人 反捕速趨勢 贏得很輕鬆 這些不說了 上次堵塞了 接著 如果大家有看 星期四晚那集的瞬間看獨贏 經常叫大家看 我知道收視率不好的 那些節目 但你們不看就走雞了 為什麼呢 那一集 你現在按都可以 三分鐘 兩分鐘左右 你飛到中間看 你自己看 第四場 曾經贏過同程的馬 有哪幾隻 其實就是136 沒有第二隻贏過 這場只有136贏過 連有型人都是處女馬 結果大家出了什麼賽果呢 就是你拿有型人做膽 我提醒你很多次就是 你至少也要拖一些贏過 原來5拖136就中了 很容易的 就算1Q博士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 你一膽三腳也好 互穿 喂 三百多元Q 有時候跑到紫刀村 都沒有那麼容易中 現在 你肯看看 別人怎樣買票 聽我說 買少許試試 變成多了一些成本 這條Q 你是不是一膽三腳 你是不是可以買大一點 那三百多元 你是不是會贏多很多 這也不是關鍵 你贏了一塊錢之後 你過關就輕鬆了 複星你不用帶著Vin 你不用怕健康快車走進來 為什麼 因為你有買到過關 然後呢 後面很多場 其實很多 手機錶把 要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手機錶把這些馬 我一定不會貼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它是1200增情1400 而1200他都贏不到拍馬難追 一隻從來都沒有贏過的處理馬 如果增情大熱 這些是很危險的事情 雖然你現實中見三隻 但後面也很厲害 沒有怎樣打邊就贏了 但我告訴你 它只有兩倍 你要兩次中一次 然而十次入面 這些1200到1400 未贏過的處理馬 我想你統計一下 你由現在統計到跪尾 我很肯定跟你說 一定沒有一半贏面 不要說一半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沒有 因為這隻是大熱門 大熱門 你每場都有大熱門 大熱門的贏面 還有27-28% 有時有29% 但這種增情的馬 兩成都沒有 我告訴你 十隻兩隻都沒有 你可以看看 所以 它不會有三甲 有時會好像現在這樣繼續 但當然也會好像這次這樣贏了 但是很多時候 其他馬贏 當然金匯星星 入直路撐出來那一刻 你以為有 結果這隻馬 跟上次一樣 沖程短 這隻馬 我想麥道朗騎 或者潘頓騎 都好 要忍到只有280米才拿出來 就可以了 剛剛砌到終點 這隻馬就腳軟了 它的沖程沒有那麼長 這一點你自己要記得 很難記錄的 你喜歡做功課 就在筆記 堅仔按下去 你說隻馬沖程短 自己打一些 下次出賽提醒 接著 你在菜果也好 或者自訂筆記也好 說回 喂 其實 其實 隻馬沖程比較短 你下次要留意 然後 這隻馬再出的時候 你就會記得 原來 我沒有上網 不過不要緊 這個不重要 播不到影片 你會記得 接著 去到第七場 其實最後的賽果就是 加州星球放贏 不過又是那句 千六叔來千四 你又不早說 其實我沒有預計過萬步速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馬路退了 不過 千四還有兩腳 這是我失算 這是我承認的 所以你會看到 永遠美麗 神苦龍區那些 追不到 追不到 但是 我有提過給大家聽 就是 金正貴人 他在自己不拿手的領域 雖然他跑這個路程 三次沒有輸過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在說他以前 Feed的時候 你看回同程 你就知道 他的所謂贏千四 一個二班 一個三級賽 一次才是G1 但是G1 那時候 是去年同一個路程 都是這個 董事盃 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他未有不良於行 那個強度不一樣 加州星球也在他後面 你這樣說 但是問題就是 今次他就是做不到 因為馬力會有傷患 會有影響 小心點 這些大熱門 很好攻擊 攻擊不中 不要緊 那就下次先 總有你中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攻擊熱進 越進歡欣得手 守到再來得手 就是你攻擊熱門 記不記得篩選萬能俠 篩選哪一隻 又是敏哲神區 路友 敏哲神區不值 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他賺萬無促 他連保羅承泉都贏不到 三班千六 怎樣贏 保羅承泉再跑三班千六 現在都贏不到 所以你便知道 其實很不值 萬步速又死 快步速都死 死得快點 所以你便知道不值 然後去到這場 我會跟大家分析 雙藥賠率 尼士得低一點 雖然實際 星際快車都是位置Q回來 你買這條Q位置Q 多少不會令你有太大損失 因為這條四八位置Q 也有三十六個半 即是沒有太多吃虧 而水晶酒杯 我跟大家說過 這場其實不容易 被星際快車贏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對手 而這些對手 例如尼士得 加州德志 萬利菲治 球星 然後水晶酒杯 我跟大家說過 這些馬都是他潛在對手 你看看這條片 甚至買水晶酒杯都沒有問題 不過要猜哪一隻贏 是難的 即使是狼騎仔 不可黨 都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所以這場熱門是星際快車 結合雲數據 我們便要避免 星際精英 星際快車 臨場也是這樣 即是完全不受歡迎系列 反而冷一點 那隻占士得 不是啊 有啊 那就是什麼 起碼你知道 你拿八渣膽會好一點 雖然你拿四渣膽 你也是會中位置Q 至於能否中到水晶酒杯 你可能要看大手星跌等等 事實 堅仔的大手星跌 你剔走位置QQ 都沒有騙你的 即是那些大飛打下去 水晶酒杯 很厲害 尖士得也很厲害 唯獨是沒有星際快車 這些便自己心碎 好 接著去到第九場 第九場 現實中飛輪閃耀 你看雲數據 其實 sorry 月盡歡欣 雖然雲數據不明顯 亦都因為這場很亂局 我講了 我在過關那個碼謎世界 即是綠色框那一集 跟大家講了 其實它不是明朗的場次 我又跟大家講 那就搏三隻 月盡歡欣 標之五師自然力量 但這場有十隻可以贏 怎麼選擇 你不中的機會很大 結果你都會中到這條位置Q 但是龍船狀元 你就會猜 高東尼的馬房配合 前面有加州星球 有美麗多營 這隻出四隻 你怎麼猜 你可以用標尖五師做膽 你會中為GQ 但月盡歡欣影 多少是有些能力相助 因為我說十隻贏 但大家如果有看IG 我給的提示 一隻而已 那隻是什麼 就是我第一選 即是月盡歡欣 為什麼你會選這隻 排序不一定三二十三 可以調轉 六環彩你也是這樣選 但為什麼你要擺月盡歡欣 第一 這就是那個關鍵 拍贏是你幸運 對 起碼要有機會拍才行 你三個馬位拍一隻 是否拍不到 那怎樣做 其實我們有時要一些理論 例如一先生再出年節 十倍 我跟大家說 嘩發達了 這隻竟然有十倍 沒有人相信 贏極都沒有人相信 月盡歡欣的勁 是這場已經告訴你 甚至他贏當年程 那場 他不只是菊草 不要因為他在菊草過沙田 就覺得不行 三級賽千八 對著跟斗雲標之五隻直線力山 他是受困才能騎 你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沒有 不要緊 我看了 我告訴你 你不用 不看也不要緊 不看你懂得字 做少許功課 你不做也不要緊 其實我也會告訴你 所以你訂閱這個頻道 很重要 然後你就會知道 受困 如果不受困 追不追到直線力山 標之五隻跟斗雲呢 我會告訴你 追得到 有時就會告訴你 追不到 那三個馬位打開你也追不到 不要因為他混了變成熱門 你就想 結果西選馬林合跟你說 喂 文治晨他耗不抵 雖然他跟電信巴達一先生 你說又是一先生 也很強早年 差一條頸 不是可以當一先生這樣跑 不是的 不是的 一時事 我會回答你一時事 至於為什麼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但起碼你會知道 遠歡欣這些馬 你不要因為他這個路程盲滿 重磅 然後就完全覺得他不行 他得就是有他的原因和理由 你有很多端危可以看到他出來 不過這些牽涉太多不同的事了 尾場手套在來 我都說到尋氣了 如果大家有看六環彩 很奇怪 大家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這裡 我真的很好奇想知道 為什麼你們傳回來的IG 傳來給我看的票 這場當然很多人都中了 這場當然 但是我IG都是放這隻手套在來 你們一膽兩腳 你們都知道我是貼三和十一 但是我明明記得 我錄片的時候 應該只有六環彩那個節目 你有看你會知道 但它一剎那 你知道六場那麼多 我會跳來跳去 你要很快才知道我是十三和十一 我不是像漫迷早晨那樣慢慢錄給你們看 還是我在漫迷世界那裡有說過 你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沒有時間重溫自己的影片 你看過你究竟從哪裡來的 三重十一 為什麼你會知道是這兩隻腳的呢 很厲害 結果三重彩其實是熱的 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很熱的 四千多元 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四百多元 其實很分 為什麼手到再來 客家之光 走去頂著它燒 就跟我說給你聽 去單騎放 不一樣 你騙我嗎 都不是單騎 有吹水 那些Hater可以留意 你很幸運 賺了場地形勢 其實不是 它是放快了 因為有客家之光頂著它 所以它就沿途放快了 不過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中逆禮 看到客家之光 蔡明肇再頂著它 它就沒有再走去鬥消 不然你就會看到兩隻腳掉 最後應該是明亮天下 和時辭清心追過去 當然蔡明肇也是一個放快 是不是因為做捕捉給高東利 時辭清心 我不知道 但是 因為那隻是百多倍 大家知道 但是 手到再來 為什麼它放快了一點 標準時間 它都頂得住 就是本身有實力 你說 賠率外面那些 不知道 我們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為什麼它會 不中手到再來呢 它很大機會 就是因為看了上次的賽過 這麼多隻一起衝線 有什麼厲害 你排這麼厚 其實最洩 它是賺了一檔 今次八檔 沒有了 如果我畫了它 那你就大了 其實關鍵 一檔固然是好 但是 上次那一檔 是走內蘭牆來蝕 你看到那條片 和當日所有頭馬 都是在外面衝過去蓋 很少單騎回來 有 慢捕捉 但是 你快一點 現在是快0.73秒 這樣都頂到很厲害 所以太陽勇士 我說 為什麼它都是屬於機會馬腳 為什麼我說 為什麼賭馬集團要下啡格 大家現在明白 這些馬就有機會 當然它走了外蘭 事實上 因為十四檔 但是它是值得投注的馬 不是只有我看到的 這個世界上 不過我告訴你 在形勢上 手到再來 太陽勇士因為換了梁家俊 因為更外當 它未必會搶 搶也會走兩三疊 現在就是多了一隻客家之光 它就三疊了 自動三疊機 不是自動洗碗 所以 所以 你在衡量 一些馬 譬如八檔 手到再來 在我心目中的單騎 一隻頂它會變二疊 你預期太陽勇士 有一隻頂它 手到再來 很明顯 那你就會二疊 但是多一隻呢 你三疊 你肆難輸 所以 為什麼賭馬集團 它都有盲點 不過那些盲點 有些我可以說 有些我不是太方便說 有些是說了你都不會明白 有些是可以說得你明白 那我就會告訴你 我綜合了那麼多以上的意見 和看上次的步速 再看上次的場地 你就知道 手到再來才是底的 那現在就是放快了它都回來了 而明亮天下 上次其實也有點虧 因為它是在裡面的 那個走位 反而時時清心 它升班再跑 它最初被我用篩選萬能合篩了 結果呢 它可以走到這麼近 輸個短頭 我也覺得很出奇 那次你記不記得 瞬間我讀贏 我說八百多元 我說你有沒有買 我也有 就是你有沒有做過功夫 下去的節目 我做過馬克服的 那些不是將那五隻穿雲買一百元Q 很容易 這些是容易錢 我告訴你 容易的 你買十元煮也可以 一百元 你會用到八百多元 那不好嗎 當你知道熱碗 即是時時清心的上一次 不划算的時候 你反過來買便可以 我不需要知道哪一隻贏 開條冷一點就冷一點 熱一點 二百多三百元 隨便吧 那都是贏 那不好嗎 有時候你投注技巧和策略上 這些是很重要的 對賽馬要有認知 不知不覺 後知後覺的 沒有用的 第二就是 有沒有科技幫到你 抹下哪些贏過 第三 有沒有訂閱這個頻道 看這個節目 第四 有沒有網馬味世界 我怎樣買 我說什麼給你聽 你有沒有聽得入耳 有時候 有時候 所以講馬不是那麼… 譬如你買今天大聖馬寶 你明天買到 想跟大家說 你明天買得到 但是我已經講過很多次給你聽 其實我不會知道哪個劇 也不會知道馬抽什麼檔位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貼了進補 三四班星降機 段稿裡面是這樣寫的 我明天馬微早晨有稿出的時候 我給你看 或者你看今天大聖馬寶 Facebook專頁 他也有貼放那頁出來 和看公 我告訴你 是三四班星降機 如果進補抽十二檔 然後用湯普薩 那怎麼辦 我都不想 我都不知道 有些我會盡量知道 譬如認識馬主 知道馬房怎麼報名 帶去問一下 有時候都會猜到 誰試試 最後試跑 甚至乎上次騎 或者馬房有哪隻馬 應該出不出 出了去 這些馬 這些馬可以有些端倪 我們會知道 但是一場頭馬 究竟構成生成 喂 手到再來 八檔為什麼好過上次一檔 原理在哪裡 你要聽得明白 要懂得聽 不是說上次一檔 這次八檔就是差了 可以是私難的八檔單騎 好過上次走內蘭不離場地的一檔 不一樣 這件事 這次的步速明顯是慢一點 所以 這個 有時就是大家過關過到過不到 為什麼我在IG和大家說 今天難 今天容易 可以買得多一點 這就是那個關鍵 當然 綜合了這麼多場 你說 那你就要知道很多東西 是啊 所以我就很忙 所以大家給點面子 為什麼我經常都回訊息這麼遲 因為我有幾百個訊息 經常都彈出來 我每次和你們幾個留言 每次和你們玩幾分鐘 都可能虛耗了我整個小時 因為不是只有你一個 第二就是 助手都會幫忙 但是妹妹就有點懶 大家做女主持的時候 記得支持她多一點 大家在IG都看到這條影片 有個粉絲走過來 說 我第一次都是被車到野生步 街道 你叫我可以的 我很願意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未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有顆死星龍珠 按下去訂閱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對了 你說 另外進補之外 另一隻是什麼 這個 自己看一下 好像說完 一會兒編輯又說 世榮你每次都說完 我心想 你夠自己放在Facebook 免費給人看 我講也沒有所謂 對吧 所以 這些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都是1650那場 即是四班 因為那場王者風火 貼了是不賣關子給大家 王者風火 嘗試輸給中環大俊 贏到滿冠紅 那場是出色的 再出 這隻四歲馬還在進步 剛巧遇到一場弱對手 但1650 你知道 如果又遇到十二檔 那怎麼辦 我都沒有辦法 你以為我會預知到明天出什麼檔位嗎 連馬主都不知道 所以沒有的 有時候貼馬 都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些技巧 你對賽馬認識 如何投注三個部門 你都要做得好 當然你想吃快餐的 訂閱這個頻道 我慢慢告訴你 都是樂趣 你欣賞賽馬 我和幾個IG 你們有份的看節目 會看到 我又問 最後手到再入直路 你有沒有叫到很緊張 你有沒有叫頂住頂住 或者好像吳松 頂緊住 會的 但其實不是的 看時間之有批 轉彎的時候 不過大家這個 這個要很長時間 要知道 因為你要知道 步速和馬的能力 你要知道 它放到什麼時間 不會斷掉 和有沒有馬過到它 不過這個 直播有機會再講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做完這個節目 是不能看護田真琴 真的慘 退休了 好了 但我不會看東京熱 放心 雖然音樂是 好了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馬微早晨 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 拜拜 好